省级审定或认定的两种 同时还规定 从事油茶两种苗木的生产经营 必须经市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并发给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 而无证生产属非法行为要严厉打击 油茶两种苗木生产必须强力推行四定 即定点采碎 定点育苗 订单生产定向供应 切实做到三清楚 即品种清楚 种源清楚 苗木销售去向清楚 就是要做到每一株苗木都能追根溯源 查到其家谱和出生地 都能知其销往何处 种在何地 我是油茶两种苗木的供应咨询服务渠道市 各乡镇林业站县市区 林业局赢林业五 是林业局种苗站 我是油茶两种苗木供应渠道咨询电话 油茶两种苗木 那里种子经过沙藏错芽处理 带种子发芽 带尚未转业前的幼芽做针木 以当年生幽树和幽良无性系枝条做结碎的一种披结法 这是目前油茶幽良无性系架接规模化繁育的较好方法之一 1. 榛木村芽 榛木种子的采收与筑藏 油茶果实一般在10到11月成熟 成熟后即可采摘 因油茶果及花为同一时节同时存在 因此采果实因注意不伤来年结果的花类 油茶果采收精选择后 放在通风处堆放3到4天 使其厚熟 然后脱壳 筛选大力饱满的种子在阴凉处烧风干 用清洁烧干的合纱与种子在室内分层筑藏 纱子与种子体积之比为1.5比1 纱床醋芽 在2月底或3月上旬 把纱藏的种子筛出来 拨在沙床上 凑芽沙床必须选在排水良好 绝对不能积水的平坦地面 在地面上 先垫一层约10到15厘米厚的清洁湿河沙 把种子均匀洒拨在上面 种子尽量避免重叠 用清水喷透沙床 再盖上10厘米厚的湿河沙 然后盖上薄膜或稻草 沙床要保持湿润 如发现湿度不够应及时喷水 到5月中旬即可进行嫁接 2. 菩蒂准备 菩蒂可以选用土层深厚肥沃的汗土 也可选用稻田 但必须是排水良好 水源灌溉方便的地方 整床 对选用的菩蒂在头年的冬天挖斑 在当年4月底失足鸡肥将苗床整好 苗床要求宽1到1.2米 床面覆盖一层4厘米厚的黄心土 架设阴棚 栽植油茶架接苗的菩蒂必须设有阴棚 阴棚高1.8米 遮阴度在70%到80% 3. 架接和栽植 架接前用品准备 架接前首先要准备好包扎用的牙膏皮 牙膏皮先卷成长1.5到2厘米 宽0.6到0.8厘米的小片 再卷成像筷子粗的筒状 其次准备好架接用的单面刀片 毛巾盆子木板等用具 接碎的采运和保存 接碎的好坏是影响嫁接成活率的重要环节之一 碎条应在通过鉴定的优良无性系上 采取当年生的粗状 叶芽饱满 无病害的半木质化鲜烧 随采随接为最好 如果要长途运输 应将采下的碎条整齐的捆扎好 在下端包上浸饱水的脱脂棉 装入纸箱内以免紧压 在运输过程中要做到保湿 对一时接不完的碎条可插放在阴凉处的纱床上 注意经常喷水 一般可保存一周左右 假接 到五月 有数当年生的春梢已停止生长 芽针苗已长好便可进行假接 操作程序如下 一 起针 在催芽的沙床内 用手轻轻挖起针苗 再用清水将针苗上的沙子冲洗干净 起针时要注意 不碰掉针苗上的种子和碰断根部 二 削碎 选用接枝上饱满的叶芽和顶芽 在叶芽两侧的下部 零点五厘米处下刀 削成两个斜面 呈器形 屈面长0.8到1.0厘米 再在牙尖上部0.1到0.2厘米处切断 变成一个结碎 结碎上的叶片可以全部保留 也可以削掉一半 将削好的结碎放在装有清水的盆内 三 削针 在针苗紫叶柄上2到3厘米处切断 对准中轴切下一刀 约1.0到1.2厘米深 针苗根部保留5厘米左右 将多余的部分切除 4.插碎和包扎 将结碎插入针木的切口内 把牙膏皮提到接口处 轻轻捏紧即可 将结好的苗木放在阴凉处以备栽质 并用湿布盖好 避免日光照射 5.栽质并设置薄膜拱罩 将结好的苗木栽质到苗床内 珠航距一般为6乘以15厘米 栽质深度是把苗真上的种子刚埋入土内维度 然后将土压紧 用喷壶浇透水 立即架设竹弓盖薄膜成拱棚 拱棚的四周要用土压紧封闭严密 4.下接后苗谱管理 1.除萌 栽质后30天左右 接口开始愈合 同时真木会长出一些萌芽枝 对萌芽枝应及时减除 否则会影响接苗的生长 2.除草 在高湿高温的条件下 苗床杂草生长很快 对杂草应及时拔掉 以免影响苗木生长 除草和除萌可以结合进行 3.喷水与追肥 下接苗床既不能积水 也不能缺水 如发现苗床缺水 应及时喷灌 注意油茶苗木只能喷灌 不能慢灌 如果慢灌 不但苗木生长不好 还会造成苗木成体死亡 在除萌除草时 每揭开一次薄膜时 都要喷一次水 喷水量根据苗床湿度而定 当接苗生长到3-5厘米时 可以追尸 喷制过的 稀薄人份水 或追尸 0.2%浓度的 氮素化肥水 追尸可以结合烹灌进行 4.接除薄膜罩 和拆除阴棚 到7月 苗木根系已较发达 苗木也有一定高度 这时可将薄膜棚罩 两头揭开 过3-5天后 再将薄膜全部接除 到9月中旬后 把阴棚拆除 游厉培育撞苗 到第二年春 主要加强苗木肥水管理 和病虫害的防治 油茶栽种一次 百年受益 其效益可归纳为三个一 一株树一斤油 0.5千克 一亩林地 一千元 三十亩林地 养活一家农户 要实现油茶 封产文产 其栽培应把握 以下八个关键技术措施 1.造林地的选择 土层深厚 排水良好 土壤肥沃 PH值为4.0到6.0的 沙质红壤 黄壤 缓坡中下部的阳坡 坡度一般不超过25度 2.种苗选择 通过国家或省级 两种审定的 油茶优良新品种 选用苗木标准为 一年生 优良 无性系 下阶苗高15厘米 激进粗 0.25厘米 二年生 价阶苗高30厘米 激进粗 0.35厘米 根系完整 无病虫害 3.整地方式 及挖掘规格 一般在秋季整地 小于15%缓坡全坡全坑或带状整地 斗坡辽豪成梯或水堡榆林坑整地方式 花雪 花雪 花雪规格为长宽70厘米 深50厘米 花雪后回表土三分之二 并下足积肥 每学下有积肥3到5公斤或复合肥0.5公斤 4.作业设计 种植密度70到120株每亩左右 一般掌握缓坡栽息 陡坡栽密 适宜的行距为2.5到3.0米 株距为2.0到3.0米 品种配置要求花漆 果漆一致 选用5到10个以上 适合本地区生长的优良品种 进行配置造林 为便于油茶林生产经营管理 根据地形地势合理布局林道 一般30到50亩开始一条林道 5.造林季节 选择在1到3月份雨后的阴天 小雨天气种植 要求土是干爽的 6.种植方法 拌云积肥复表土 辅正苗株 细土回田 分层压实 架接口与地面瓶 做到根输 苗正 土石 7.油茶幼灵管理 1到4年 1.施肥 幼灵施肥以氮肥为主 配合林甲肥 定值当年6到7月 树苗恢复后 适当交些稀薄肥 12年3月份 新烧蒙动前半个月 施塑肥肥 每株0.1到0.5公斤 12月上旬 以每株5到10公斤 土杂肥或粪肥作为月冬肥 随树体增长 逐年递增 2.辅育管理 造林后 每年辅育2到3次 第一次辅育在5到6月 第二次辅育一般在8到9月 冬季结合施肥生肯 3.定干整形修剪 油茶定值后 再具接口30到50厘米上定干 适当保留主干 第一年 在20到30厘米处 选留3到4个生长强壮 方位合理的侧枝 培养为主枝 第二年 再在每个主枝上 保留2到3个强壮分枝 作为副主枝 第三到四年 在继续培养 正负主枝的基础上 将其上的强壮春梢 培养为侧枝群 并使三者之间 比例合理 均匀 修剪时间 以11月至次年2月为好 4.摘垒控果 幼树前三年 需摘掉花垒 不让挂过 维持树体营养生长 加快树冠成型 为高产文产 打好观形基础 8.油茶成林管理 5年后 1.土壤改良 隔年对土壤进行 深藩改土 秋冬11到12月 至次年3到4月份 结合施肥进行 深藩时 要注意保护粗根 2.抚育管理 每年抚育1到2次 第一次抚育在5到6月 冬季结合土壤改良 进行深肯施肥 3.施肥技术 胜果期 施肥药淡磷甲 合理配比 一般淡磷甲 等于10比6比8 3月份施素效肥 每周1到2千克 11月份施土杂肥 每周15到20千克 4.灌溉技术 夏秋 干旱季节 合理增加灌水 春天雨季时 注意水烙 5.修剪技术 在采果后 至春烧蒙冻前进行 将位置不适的枝输去 剪去过密的交叉枝 重叠枝 过弱的营养枝 并重枝 尽量保留内糖结果枝 连续挂果枝 适当回缩修剪 或从根基部分全部剪去 在旁边 再另外选择强壮枝进行培养 对于过分育弊的竖形 应剪除少量竖径 2到4厘米的直立大枝 开好天窗 提高内糖结果能力 油茶低产灵感灶 油茶低产灵 是与两种封产灵相对而言 是至其生产潜力 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的那些灵粪 低产灵改造的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六大技术措施 一、清理林地 将林中的高大林木 杂灌木和有害杂草等清除 有利于油茶林的肯腹管理 和果实采收 二、密度调整 将过密的疏法 过息的适当补植 根据不同的坡度 使油茶林 每亩保留60到100株 三、整枝修剪 油茶植株进入胜果期后 通过修枝整形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减去过密的交叉枝 重叠枝 过弱的营养枝 并重枝等 培养良好的树体结构 四、肯腹生蛙 冬蛙筋、夏蛙银 是群众对油茶肯腹的总结 冬天 生肯可熟化和改良土壤 增加肥力 清除杂草 和消灭月冬病虫害 夏天正是新烧 果实生长的关键时期 结合除草 浅肯培兜 可增强抗旱能力 提高油茶树体的生长势 有利于饱花饱果 五、去水饱土 针对坡度抖的林地 尽可能整土整梯 或者每隔6到8米 按环山水平 开挖1到1.5米的竹结构 防止水土流失 以达到饱水、饱土和饱肥的目的 六、合理施肥 以农家土杂肥为主 结合东肯实际性 有条件的春季 适当时一些 以弹磷为主的复合肥 油茶常见病虫害 综合防治技术 油茶常见病虫害 主要有 碳居病 燕霉病 蓝翅天牛 黑翅大白蚁 一、油茶 是以我市推广栽培 食用推广两种的效益 推广经国家省级审认定的两种 母产量可达30到50公斤 而一般油茶品种 其母产量仅为3到5公斤 两者相差近10倍 可见 推广使用油茶两种何等重要 根据国家林业局林厂发2009103号文 关于切实专号油茶两种种苗生产的紧急通知 其福建省林业厅2009年出台 福建省油茶种苗质量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 对新造油茶林必须全部推广使用 国家省级审认或认定的两种 同时还规定 从事油茶两种苗木的生产经营 必须经市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并发给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 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 而无证生产属非法行为要严厉打击 油茶两种苗木生产必须强力推行四定 即定点采碎 定点育苗 定单生产 定向供应 切实做到三清楚 即品种清楚 种源清楚 苗木销售去向清楚 就是要做到每一株苗木都能追根溯源 查到其家谱和出生地 都能知其 销往何处 种在何地 我是油茶两种苗木的供应咨询服务渠道市 各乡镇林业站 县市区 林业局 营林业 市林业局 种苗站 我是油茶两种苗木供应渠道 咨询电话 油茶两种苗木繁育技术 油茶两种苗木繁育技术主要以油茶芽苗针架接技术为主 其 采用油茶大粒种子 经过沙藏错芽处理 带种子发芽 但尚未转业前的幼芽做针目 以当年生幽树和幽良无性系枝条做结碎的一种披接法 这是目前油茶幽良无性系下接规模化繁育的较好方法之一 一 针目催芽 针目种子的采收与筑藏 油茶果实一般在10到11月成熟 成熟后即可采摘 因油茶果其花为同一时节同时存在 因此 采果时 因注意不伤来年结果的花类 油茶果采收精选择后 放在通风处堆放3到4天 使其厚熟 然后脱壳 筛选大粒饱满的种子 在阴凉处烧风干 用清洁烧干的合纱与种子 在室内分层筑藏 纱子与种子体积之比为 1.5比1 纱床 凑芽 在2月底或3月上旬 把沙藏的种子筛出来 拨在纱床上 凑芽纱床 必须选在排水良好 绝对不能积水的平坦地面 在地面上 先垫一层约10到15厘米厚的 清洁湿和纱 把种子均匀洒拨在上面 种子尽量避免重叠 用清水喷透纱床 再盖上10厘米厚的湿和纱 然后盖上薄膜或稻草 纱床要保持湿润 如发现湿度不够 应及时喷水 到5月中旬即可进行嫁接 2. 菩提准备 菩提可以选用土层深厚肥沃的汉土 也可选用稻田 但必须是排水良好 水源灌溉方便的地方 整床 对选用的菩提 在头年的冬天挖斑 在当年4月底 失足积肥 将疗床整好 疗床要求宽 1到1.2米 床面覆盖一层4厘米厚的黄芯土 架设阴棚 栽植油茶 架接苗的菩提 必须设有阴棚 阴棚高1.8米 遮阴度在70%到80% 3. 架接和栽植 架接前用品准备 架接前 首先要准备好包扎用的芽膏皮 芽膏皮 先剪成长1.5到2厘米 宽0.6到0.8厘米的小片 再卷成像筷子粗的筒状 其次准备好架接用的单面刀片 毛巾 盆子 木板等用具 结碎的采运和保存 结碎的好坏是影响 架接成活率的重要环节之一 碎条应在通过鉴定的 优良无性系上 采取当年生的粗状 叶芽饱满 无病害的半木质化新烧 随采随机为最好 如果要长途运输 应将采下的碎条 整齐地捆扎好 在下端 包上浸饱水的脱脂棉 装入纸箱内 以免紧压 在运输过程中 要做到保湿 对一时接不完的碎条 可插放在阴凉处的纱床上 注意经常喷水 一般可保存一周左右 嫁接到五月 有数当年生的春梢 已停止生长 芽针苗已长好 便可进行嫁接 操作程序如下 一 起针 在催芽的沙床内 用手轻轻挖起针苗 再用清水将蒸苗上的沙子 冲洗干净 起针时要注意 不碰掉蒸苗上的种子 和碰断根部 二 削碎 选用接枝上 饱满的叶芽和顶芽 在叶芽两侧的下部 0.5厘米处下刀 削成两个斜面 呈气形 削面长 0.8到1.0厘米 再在芽尖上部 0.1到0.2厘米处切断 变成一个结碎 结碎上的叶片 可以全部保留 也可以削掉一半 将削好的结碎 放在装有清水的盆内 3.削针 在针苗紫叶柄上 2到3厘米处切断 对准中轴 切下一刀 约1.0到1.2厘米深 针苗根部保留5厘米左右 将多余的部分切除 4.插碎和包扎 将结碎插入针木的切口内 把牙膏皮提到接口处 轻轻捏紧即可 将结好的苗木 放在阴凉处以备栽质 并用湿布盖好 避免日光照射 5.栽质并设置薄膜拱罩 将结好的苗木 栽质到苗床内 珠杭距一般为6乘以15厘米 栽质深度是把苗真上的种子 刚埋入土内维度 然后将土压紧 用喷壶浇透水 立即架设竹弓钙薄膜成拱棚 拱棚的四周 要用土压紧封闭严密 4.下接后苗圃管理 1.除萌 栽质后30天左右 接口开始愈合 同时 真木会长出一些萌芽枝 对萌芽枝应及时减除 否则会影响接苗的生长 2.除草 在高湿高温的条件下 苗床杂草生长很快 对杂草应及时拔掉 以免影响苗木生长 除草和除萌可以结合进行 3.喷水与追肥 下接苗床既不能积水 也不能缺水 如发现苗床缺水 应及时喷灌 注意油茶苗木只能喷灌 不能慢灌 如果慢灌不但苗木生长不好 还会造成苗木成坯死亡 在除萌除草时 每揭开一次薄膜时 都要喷一次水 喷水量根据苗床湿度而定 当揭苗生长到3到5厘米时 可以追尸凹制过的 稀薄人分水 或追尸0.2%浓度的 淡素化肥水 追尸可以结合喷灌进行 4.接除薄膜罩和拆除阴棚 到7月 苗木根系已较发达 苗木也有一定高度 这时可将薄膜棚罩两头揭开 过3到5天后 再将薄膜全部接除 到9月中旬后 把阴棚拆除 有力培育撞苗 到第二年春 主要加强 苗木肥水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治 油茶蜂产栽培技术 油茶栽种一次 百年受益 其效益可归纳为三个一 一株树一斤油 0.5千克 一亩林地 一千元 三十亩林地 养活一家农户 要实现油茶蜂产文产 其栽培应把握以下 八个关键技术措施 一造林地的选择 土层深厚 排水良好 土壤肥沃 PH值为4.0到6.0的 沙质红壤 黄壤 缓坡中下部的阳坡 坡度一般不超过25度 二 种苗选择 通过国家或省级 两种审定的 油茶优良新品种 选用苗木标准为 一年生优良 无性系 嫁接苗高15厘米 激进粗 0.25厘米 二年生 嫁接苗高30厘米 激进粗 0.35厘米 根系完整 无病虫害 三 整地方式 及挖雪规格 一般在秋季整地 小于15% 缓坡全肯 或带状整地 陡坡 辽壕成梯 或水堡 榆林坑 整地方式 挖雪规格为 长宽70厘米 深50厘米 挖雪后 回表土三分之二 并下足积肥 每学下有积肥 3到5公斤 或复合肥 0.5公斤 四 作业设计 种植密度 70到120株 每亩左右 一般掌握 缓坡灾息 陡坡灾密 适宜的行距为 2.5到3.0米 猪距为 2.0到3.0米 品种配置要求 花期 果期一致 选用5到10个以上 适合本地区生长的 优良品种 进行 配置造林 为便于 油产林 生产经营管理 根据地形地势 合理布局林道 一般 30到50亩 开始一条林道 5.造林季节 选择在 1到3月份 雨后的 阴天 小雨天气 种植 要求土是干爽的 6.种植方法 拌云积肥 副表土 辅整苗株 细土回田 分层压实 架接口与地面瓶 做到根输 苗正 土石 7.油茶 幼灵管理 1到4年 1.施肥 幼灵施肥 以氮肥为主 配合 林甲肥 定值当年 6到7月 寿苗恢复后 适当交些 稀薄肥 12年3月份 新烧蒙冻前半个月 施塑肥 每株0.1到0.5公斤 12月上旬 以每株5到10公斤 土杂肥或粪肥 作为月冬肥 随树体增长 逐年递增 2.辅育管理 造林后 每年辅育 2到3次 第一次辅育 在5到6月 第二次辅育 一般在8到9月 冬季结合 施肥生肯 3.定干 整形修剪 油茶定值后 再具接口 30到50厘米上定干 适当保留主干 第一年 在20到30厘米处 选留3到4个生长强壮 方位合理的侧枝 培养为主枝 第二年 再在每个主枝上 保留2到3个强壮分枝 作为副主枝 第三到4年 在继续培养 正副主枝的基础上 将其上的强壮春梢 培养为侧枝群 并使三者之间 比例合理 均匀 修剪时间 以11月至次年2月为好 4.摘累控果 幼树前三年 需摘掉花类 不让挂过 维持树体营养生长 加快树冠成型 为高产文产 打好冠型基础 8.油茶成林管理 5年后 1.土壤改良 隔年对土壤进行申翻改土 秋冬11到12月 至次年3到4月份 结合施肥进行 申翻时要注意保护粗根 2.浮育管理 每年浮育 1到2次 第一次浮育 在5到6月 冬季结合土壤改良 进行深肯施肥 3.施肥技术 胜果期 施肥要 淡灵甲 合理配比 一般淡灵甲 等于 10比6比8 3月份 施塑效肥 每株 1到2000克 11月份 施土砸肥 每株 15到20千克 4.灌溉技术 夏秋 干旱季节 合理增加灌水 春天雨季时 注意水涝 5.修剪技术 在采果后 至春烧蒙冻前进行 将位置不适的枝输去 减去过密的交叉枝 重叠枝 过弱的营养枝 并重枝 尽量保留内糖结果枝 连续挂果枝 适当回缩修剪 或从根基部分全部剪去 在旁边 再另外选择强壮枝进行培养 对于过分育弊的竖形 应剪除少量竖径 2到4厘米的直立大枝 开好天窗 提高内糖结果能力 油茶低产林改造 油茶低产林 是与两种封产林相对而言 是指其生产潜力 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的那些林分 低产林改造的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六大技术措施 1.清理林地 将林中的高大林木 杂灌木和有害杂草等清除 有利于油茶林的肯腹管理 和果实采收 2.密度调整 将过密的疏法 过息的适当补植 根据不同的坡度 使油茶林每亩保留60到100株 3.整枝修剪 油茶植株进入胜果期后 通过修枝整形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减去过密的交叉枝 重叠枝 过弱的营养枝 并虫枝等培养良好的树体结构 4.肯腹生蛙 东蛙筋 下蛙银 是群众对油茶肯腹的总结 冬天 生肯可熟化和改良土壤 增加肥力 清除杂草 和消灭越冬并虫害 夏天正是新烧 果实生长的关键时期 结合除草 浅肯培兜 可增强抗旱能力 提高油茶树体的生长势 有利于饱花饱果 5.去水饱土 针对坡度抖的林地 尽可能整土整梯 或者每隔6到8米 按环山水平 开挖1到1.5米的竹结构 防止水土流失 以达到饱水 饱土和饱肥的目的 6.合理施肥 以农家土杂肥为主 结合冬肯实际性 有条件的春季 适当时一些 以蛋林为主的复合肥 油茶常见病虫害 综合防治技术 油茶常见病虫害 主要有 碳居病 燕霉病 蓝翅天牛 黑翅大白蚁 1.油茶碳居病 油茶碳居病 在我国油茶产区 发生普遍 严重时 可引起落果 落垒 枯枝 甚至整株衰亡 一般在4到5月份 开始发病 7到8月份 病害蔓延发展很快 9月出现大量落果 一直持续到10月以后 才能趋向稳定 病害落果率 通常在20%左右 严重时 40%以上 晚期病果虽可采收 但种子含油量 仅为健康种子的一半 1.病症特征 病均为 害果、叶、枝烧、花芽和叶芽 叶片受害时 出现红色小点 扩大后 呈棕色圆形 后者 规则型病斑 其病斑多种叶圆或叶间 呈半圆形或不规则型 黑褐色 据水字状龙纹 边缘紫红色 后期病步下陷 病斑中心灰白色 内有轮生小黑点 并从历时10到14天 即自行脱落 果实被害时 初期黑色小点 后扩大为圆形病斑 偶有紫红色 偶有紫红色 边缘有十具龙纹 大小深浅不一 后期出现黑色点状物 极为病均的分生包子盘 雨露后 常产生粉红色的分生包子盘 当空气湿度大时 并步各粘性粉红色的分生好子堆 并果开泪易落 二 防治措施 要在12月到次年2月 修剪病害部位 砍除病株 摘除病液 冬季肯复 把病液 病骨 病汁 埋入土中 抑制袍子蒙发 同时配合用 50%多菌磷 可施性粉纪200倍液 于11月上中下旬汤药 三是 适当修剪和梳阜 防止油茶脸生长过密 四是 发展新油茶磷时 尽量避免与油茶病临 混坐或磷坐 药物防止 定期喷洒杀菌剂 在早春新烧生长后一次 发病初期一次 6月底 果病过风期前后 每隔10到15天喷一次 分3到4次 收果后一次 药物可选择多菌磷 退菌特